水瓶在未来的年 就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 事业方面,不要因为情绪影响自己的工作 做事要坚持,不要三分钟热度 做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 而财运方面,要戴眼色,人小心破财 今年会赚多钱,亦会花多钱 而10月份财运是好的 所以就要努力,等收成 至于爱情方面,今年会比之前多人追 而和另一半都容易有问题 就有问题,不要逃避 大家要冷静点去处理